他来了他来了 巧手以盼的玉古瑶真的从天而降了 虽然让观众苦等了两年之久 但玉古瑶没有让人失望 首播四集 占内射都破纪录的突破两万 各种话题更是成为热搜爆款 在没有任何营销和露眼的情况下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从首播的四集来看 玉古瑶完全对得起王炸的称号 电影质感的画面燃烧经费的特效 行云流水的剪辑 家国天下的剧本让人不由的发出感慨 2023年的宣侠剧终于有了天花板 除了精良的制作水平 本季豪华的演员阵容 也为作品带来了不俗的流浪和热度 这其中男主肖战更是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 肖战的成名之路并非一方分胜 由于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 早期他只能在一些小网剧发光发热 但他却从来没有放弃 作为演员的梦想和热情 从陈情令中潇洒自艺的魏无羡 到余生中略干坚韧的部位 再到那片海中热血澎湃的肖春生 肖战能有如今的咖位和人气 全靠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 和一步步作品的积累 在一股窑中肖战一出场就惊艳了无数观众 顺着一袭白衣从空中缓缓而降 俊美的脸庞 清秀的五官 温润如玉的气质 大神官瞬间有了脸 诚然肖战的顺势美颜是本剧的一大看点 但他的演技同样不可小觑 尤其是第三集中的那段呼吸真是绝了 在剧中 曾黎饰演了男主时影的母亲 为了保护孩子最后吞探自尽 而当男主读到母亲的遗书 得知真相后 肖战的眼距爆发了 一开始拿起母亲的遗书眉头紧皱 但大双眼根本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 在自自斟酌的阅读中 肖战紧闭的双唇也逐渐颤抖起来 强忍的泪水在眼里打仗 读到最后情绪彻底崩溃了 泪水潸然而下 心中的悲愤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短短两分钟的哭泣 肖战就为观众呈现了好几种不同的情绪状态 细腻程度宛如抽丝剥茧 把观众也一步步带入了到了那种痛失惊人的悲痛中 在这一刻 我觉得完全可以撕掉肖战身上的流量标签 在仙侠剧中 颜值固然重要 但能够为角色注入灵魂更是难能可贵 众所周知 哭戏是检验演员演技的最有效办法 放下偶像包袱的肖战已经向实力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有些演员却只在脸上写着看我演技多好 却都在哭戏上翻了车 比如说皇子到这段雨中独白的哭戏 别人都是怎么悲伤怎么来 当他却演出了莫名的喜剧感 全程几眉弄眼 五官乱飞 对着夜幕大喊大叫 最后还不忘捋一把头发 这偶像包袱是有多重啊 杨颖的哭泣 从来都不带流眼泪的 但在梦瑟新约中 他竟然哭出泪水了 这反而让观众更尴尬 一是因为他作为心理医生 情绪竟然如此波动 在救人使完自我感动 二是流眼泪时 他竟然不带眨眼睛的 这明显就是眼药水滴多了吧 说实话 我本人挺喜欢白鹿的 在周深如故中 他的哭戏真的很催泪 含有感染力 当他在场月静明中的哭戏 却让人大跌眼镜 嘴巴张得很大 却硬是哭不出来一滴泪水 情绪的宣泄全程靠好 整部剧下来 能凑足三个表情包 至于后面这三位的哭戏 我就不想多说了 差点让我笑出八块腹肌 由此可见 哭戏真的非常考验 一个演员的演技 有人一秒落泪感人至深 有人却哭出了 欢乐喜剧人的效果 在这里也希望肖战再接再厉 珍惜自己的蚁毛 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玉谷瑶 不得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